潘兆聪 恐怖在戰 在日本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一個節日即將會在這段時間內進行 這個節日表面上跟靈界有關係 不要說表面沒有關係 其實表面看來也有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想起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尤其是日本就是想起人偶娃娃 又是這個話題 為甚麼呢 因為三月接下來的兩個星期 就是日本人準備一些人偶娃娃的節日 叫做人偶節 我們今天特別想說一下這個話題 當然日本人當然要找Paul來聊聊 我聽說有一個是這樣的 有一個男人 他原本無時無故說家裡也沒有放任何人偶 都沒有日本人 然後就發夢 發夢就有一個人偶 就是剛才所說的屎蟲人形 就是有一個冬菇頭的日本公仔 就走出來 想和他講話 他又黑頭髮 冬菇頭 但又不算很陰森 可能他說甚麼也不算是麗鬼拿名的那些 奇怪 聽不明白後來見他後來 那些夢呢 第二天又發 第三天又發 越來越清晰聽到那個公仔說話 總共說了十個數字出來 當然不是買六盒彩 數字是甚麼意思呢 想著想著寫出來 他記得那些數字 起身寫出來 原來是一種電話號碼 還以為是他自己的怨 大家去過日本也知道 怨時他之前有幾個數字 都是他的SORRY COUNTRY CORD 他現在有電話再查 查原來是一間居酒屋 懂得食店的一個電話 反正他自己在同區 姑且 母妹嘗一嘗 去那個地方 找到那個電話 正確是那間店 問老闆娘 趁沒有客人 我想問 突然間就是母妹 夢到有這樣的公仔 其實你會不會有這樣的公仔呢 老闆娘就在她裡面 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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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還未完 那公仔怎麼來呢 老闆娘就說 其實是她父親留下來 而誰給她父親呢 其實應該是父親那個 我忘了是唐妹還是表妹 就是那種關係 不重要 接著就很喜歡那個公仔 不知為何好過表妹 就好像那些人 可能又嫁錯郎 人生搞亂了大龍 接著可能屋都不住了 好好的 很喜歡那個公仔 免得扔出去就交給老闆娘的爸爸 老闆娘的爸爸不在世 就交給老闆娘 老闆娘在保存著 想不到有一個陌生人 就說有公仔 後來就嘗試聯絡那個密主 就是她那個親戚 終於找到了原來已經重病 都很嚴重 差不多都離世 接著見那個公仔 打給她 原來試隔這麼久 見了公仔就很感動 還能流光眼淚 見了公仔不是很多日 一、兩天她已經生病了 在這個 嚴格那裡不算是完全鬼 但是她的解釋就是 會不會是本身 你自己喜歡某個公仔 可能你的思念流出 可能有一個雲泊 有一個精神 有一個精神 那會不會那個人偶 即是知道那個主人都快 差不多了 會不會傳達一個訊息 這樣轉折 轉折 去隔壹一個同區的 可以這樣說了 報夢區又說不到話 所以大口一說 可能她的口型就是 那些數字 結果就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最後一部分裡面 究竟你想不想知道現在是Ebay 經常是Ebay 都會展示一些公仔 說這個公仔現在在賣 多少錢 你有沒有留意 我留意日本Amazon 留意Amazon 不要緊 Ebay 一樣有 大家估計一下現在在Ebay上面 哪個公仔 說是Hunted 鬼公仔 是最貴的 你猜一下是多少錢 港幣 我猜價錢 你猜一下 最貴的一個 八萬元港幣 這樣有沒有那麼離譜 沒有那麼離譜 這樣太離譜了 我們馬上Ebay 好 給大家看看 現在最新的 究竟是哪一個人型娃娃呢 多少錢呢 好 看看 就是這條Ling 這個是Vintage的公仔 多少錢 看一看 港幣是六千多元 我們放大看看 好嗎 六千多元 六千... 四百多元 是吧 六千四百六十元 港幣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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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看影片 其實不用經常看 對 看看影片 好嗎 好了 大家掃進去看看 都... 有點恐怖 這個 他的樣子當然不是那麼... 是不是日本呢 都似是 是不是 不似日本 可能是越南公仔 對 越南柬埔寨那種感覺 對 越南柬埔寨 這個公仔哪裡來的呢 根據他的形容 是在一間芝加哥 賣一些古典的店鋪 對 頭上還有一口釘 本來他被那間店鋪 藏在角落裡 但有人突然看到他的時候 覺得他好像挺漂亮 不知道為什麼他覺得很漂亮 他拿了回家 你看到他還有一個按鈕 一個按鈕 一個按鈕 他按鈕上去之後 他本來會跳舞 他本身是這樣的 但是他發現 賣了回去之後 就發現這個洋娃娃 他好像經常會看著主人 他感覺到後面 突然間這個公仔會看著他 自己會動 當然不按鈕的時候 他也會動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他發現他的手 他的臂 他的位置已經開始不同了 發現 好像他自己動動了 他的左手好像 對 還有剛才我們看到他的背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拍出來 他說他的背後 有一些比較奇怪的裂痕 乳痕出現了 現在的影片也看到他本身是會動的 他本身是會這樣動的 是 當是會跳舞才算 可能是越南舞步 其實本來看上去 你會覺得喜歡嗎 我都覺得很恐怖 說真的 不是 我意思是用什麼角度去想呢 我覺得可以接受價錢制 如果你去 好像Edmond你 那你一位 來節目的主持人 你去探討這件事 你買他回來 譬如你跟他共對一晚 你有什麼感受 你叫我買回來 當然 你送給我 我都不敢在家 老實說 就是說有人馬回去之後 就出現這些古怪的東西 還有他說 他上去Ebay的時候 都不是經常上載到 因為他發現這個玩偶 他覺得他不想離開這間屋 因為主持人在連結上想 誰可以給他安穩加他 麻煩你們就投他回去 他發現這個玩偶好像 不是想離開他的家 所以不想這個主持人 上載影片上去 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聽過類似的 當然是一些靈異的 是的 他不想離開 所以可能他上載不到 現在看看有沒有人買 不如我們眾籌 好嗎 Hotbase眾籌 先買了怎樣 Edmond 放回來這裡 天天放 好嗎 不要插電 不要插 等他看看有什麼轉變 很恐怖 六千多元而已 好嗎 我們現在眾籌 誰願意籌給我們的 我們放一個星期之後 我送給你 好嗎 這麼大聲鼓 我送給你 我只是借你一個星期 放在我們現場這裡 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看完了 沒有了 最精湊的部分 看不到 是的 這只是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到 一個小時免費節目的說話 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達8個字 可以去到 Edmo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專業 Hotbase都可以看到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以及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大概一個小時 免費節目的 但是如果你想看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就是30元 而視像就是40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計劃的會員 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只要你加了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即下載 立即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 在這兒 我會看到 就有個比賽 尤其是 這兒 我會看到 你不在意